习灰剧情主要是狼抓羊,但在剧中还是有不少感情线的,除了有小羊们的友情外,还有不少爱情,其中灰太狼和红太狼的感情是最让人羡慕的,不过除了灰太狼外,在狼族还有不少的狼也结了婚,就连暖羊羊的好朋友焦太狼都差点结婚了,都知道焦太狼是灰太狼的侄子,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,导致他只爱吃香蕉,当初焦太狼意外和父母走散,后来是猴子收养了他, 也是因为从小和猴子一起生活,所以焦太狼原本的狼性也被磨灭,变得不再吃肉,而是只喜欢吃素,尤其爱吃香蕉,而焦太狼也是因为这件事,被家人赶出了家门,走投无路之下,焦太狼来投靠自己的二叔灰太狼,因为灰太狼因为抓不到羊,总是被迫吃素,不过灰太狼对焦太狼也是挺好的,当初在红太狼的表妹香太狼来做客时,灰太狼也给焦太狼安排了一波, 他准备把香太狼介绍给他,在这期间,灰太狼安排了焦太狼和香太狼的约会,很快,他们举行了婚礼,原本焦太狼是不愿意娶香太狼了,可为了救喜洋洋他们,焦太狼只能委屈自己,可在婚礼进行到最后时,焦太狼害怕了,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逃婚,可这又是为什么呢? 从之后的剧情中可以看到,在焦太狼逃婚后,香太狼崩溃大哭,毕竟在婚礼现场被抛弃,还是很丢人的一件事,不过幸好作为主持人的叶太狼向他求婚了,可没想到的是,香太狼和红太狼一样,都是个非常暴力的女孩,就连灰太狼都开始可怜叶太狼了。 对此大家都认为,焦太狼之所以不想娶香太狼,是因为他太凶,焦太狼不想像灰太狼一样一辈子活得那么窝囊,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可能,但大家不要忘了暖洋洋在他的心里面才是最重要的,从他们认识以来,暖洋洋一直都是焦太狼最好的朋友,所以焦太狼逃婚很大可能也是舍不得暖洋洋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,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肥宅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